互联网是个有趣的地方 那上面的拍卖的物品无奇不有 从一些日常用品到一些你一辈子都不会看到的奇葩物品 应有尽有 甚至有时候还能找到一些看似灵异 且像极恶灵般的物品 这一些产品有一些被人认为是附身者恶灵的 有些手势甚至佩戴了运气就会一直走下波 有些商家甚至在说明介绍中还参明着不要购买 否则后果自负 可是越是这样的去限制大家 越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不少人也因此买了这些20般的物品 或许这类物品的确能让人实现愿望 或者是让自己的目标更加的接近自己 但是最终这些物品会否带来好运 甚至招之不幸 这些都是让人不得而知的 大家好,我是Genius 欢迎订阅天马行空,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上传几部影片 今天就是要来说 5个在网路拍卖的20商品 人皮夹克 我不肯定为什么会有人想购买 有人皮制成的夹克 虽然人皮夹克看起来确实有些逼真 但是它不是由真正人类皮肤制成的 而是采用具有柔韧性和柔和肤色的乳胶 还有有机细成压制而成的 人皮夹克是定做的 根据这则广告 全部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着 只有一个人在网上售卖这类夹克 而且价格是高得离谱 照片对这种美丽而令人惊叹的服装 用了许多赞美的形容词来推销 以确保夹克能够顺利地卖出 如果你要购买这个恐怖的夹克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寄出一件你自己的夹克 以便做交换 然后卖方将用针线将针人大小的皮肤和面孔缝入你的夹克中 卖方还会给予承诺 如果你对购买的人皮夹克不满意 还会全额退款 并提醒你 你将会一直被夹克的面孔盯着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市场上买了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夹克 当你把它挂在家里时 会不会有一种每天被人盯着的感觉 光是想到这一点 就会让人全身起鸡皮疙瘩 所以想买此类外套的人 请要三思啊 你会买吗? 脚趾耳环 这类饰品特别之处是由脚趾骨制成的 根据文字描述 这些耳环中有其中一种是以狗脚趾骨头和古董黄铜配置而成的 在Necrologic Shop 我们看见许多奇怪、奇异、离奇、令人毛骨悚然和倚重不同的事物 这些用脚趾骨制成的耳环也会放在手势盒里 让顾客选购 经过有官方面指出 这些标本都是经过道德途径采购的 也许有些人家中有养宠物 或许有一天家中的宠物去世 能够拜托上述商店 把宠物的脚趾骨头定制成耳环留在身边 以让主人能够时刻的怀念他们的宠物 但是对于一些爱狗人士而言 他们有些甚至不能接受 耳环竟然是用狗的脚趾制成 这类耳环你可以接受吗? 你会佩戴吗? 古曼彤是泰国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的奇异生物 在泰国依据古老秘法流传下来的古曼彤制作术 并按照古法正确地赋予法力的古曼彤 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它的灵验与威力 体验过它神奇的神童 很多泰国人都相信 由高森大师制作的古曼彤都具有神奇的法力 而制作这些圣物的大师 必须按照点击学习 控制心灵使内心平静 注意力集中并将法力注入圣物中 让使用该圣物的供养人感受到其法力 就像是被一个守护灵保护者 古曼彤也可以说是灵鹰牌的一种 当然像古曼彤这样的灵牌 你也可以在网上买到 这些灵牌有些甚至还要竞标 以非常高额的价钱来购买 迷信的买家认为 古曼彤灵牌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 就像幸运服或精灵一样 古曼彤可以满足买家的任何愿望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许多人争折购买的原因 据一些网民的说法 自己带了古曼彤后 的确改变了很多自己目前遇到的困窃 像是非常轻松就能得到解决一半 在财运上也丰收连连 但是据说购买后如果没有妥善的供奉 可是会招来不好的儿运 也许就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了 灵异的画像 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拥有灵异现象的画作或玩偶吧 但你认为拥有一幅这样的画作 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幅画作 这幅画作被称为Drew 被鬼魂缠身 他正在eBay上出售 根据产品的描述 一个拥有许多画作的画廊老板说 他将这幅画作收藏起来之后 遇到了许多令人困扰的事件 他也描述了一个他经历的超自然事件 在夜晚从监视器的荧幕上 看到画作会出现幻影 还有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会听到怪异的声音 他继续描述的说 该画作上的发光球体 经常出现在自己的梦境中 但是自从他拿下这幅画作以来 这种灵异的现象 就没有在画廊里出现过了 Drew这幅画作本身 就已经令人感到恐惧 作为一个神秘和念经术的人物 身穿蓝色的斗缝 在黑暗的Drew 似乎正在召唤灵魂来做法术 他握着的发光球 看上去就像在黑暗中发光 并且好像与背光的紫外线黑光发生了反应 看上去就死人毛骨悚然 说实话只有这幅画作的主人 才能亲自体会 这幅画作的灵异现象是否舒适 新买主可要当心了 据说因为只有拥有他的新主人 才会有全新的体会 但是像这样的灵异画作 你敢收藏起来吗? 死魂盒 在犹太人的民俗传说中 闹鬼的DB Box 是一种拥有邪恶力量的盒子 他会释放出一种能量 经常使拥有他的人感到不安 据说拥有他的人 会发生许多意外和不好的事情 据说DB Box中 有幽灵被封印在这个盒子里 根据许多现代的恐怖故事 这确实发生过 Telvin Manis 一个在Ebay售卖酒柜的人 说到DB Box 过后他声称自己的DB Box 这盒子的确会引起 各种超自然的现象 一名男子在美国的俄勒冈州 他在一间家居和古董修补商店工作 据称在2003年的一次房地产销售中 碰到了一个问题 根据Manis的说法 这个盒子是一个叫做Havler的人拥有的 他是一个逃离在西班牙的波兰集中营幸存者 在移民到美国之前 他买了这个盒子 并且把它带去了美国 当Manis发现这个盒子 其实是别人家族传家自保时 他提出归还这个盒子 当时他的孙女也同意他的做法 并且说到我们不能要他 他本人也声称盒子内有一个DB 但他从未打开过 传说中曾经拥有这个盒子的人 都声称他身边发生了许多恐怖的事情 而且他们都说了类似的话 在盒子的周围会闻到空气中有茉莉花和牛黄酸的气味 Manis还声称 他和那些曾经拥有盒子的人 都曾有可怕且相似的噩梦 常常梦见一个老巫婆 当他生日的那天 他把盒子交给母亲时 他的母亲中风了 Manis在报告中说到 DB導致他脱发 并且使曾经拥有他的主人家里发生火灾 随后另外一位曾经拥有他的人也说 DBX使他开始出现奇怪的健康问题 例如无故的出现伤口 急性麻疹和严重的咳嗽等 最后你相信他们所说的吗 如果DBX真的受到了诅咒 即使他能让你拥有许多财富 你是否还会想要拥有他呢 惡灵是邪恶的象征 被描述为神和人类的敌人 会以其力量欺骗操纵人类 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 他们认为魔鬼在于自己的内心 总而言之 惡灵被一致认为是拥有 超自然力量的邪恶存在的代表形象 当然网络上有很多店家 会采用这些神秘的噱头 来引起买家的兴趣 从而达到宣传的效果 但是一些类似这样的物品 在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下 我们最好还是远离的好 以免自己遇到不幸的事情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我一个赞 还有订阅天马行空 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我是Genius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